我一定会趁身追击的 谢谢 你怎么忍心在节目上 刺激一个老人家 她都已经失去她的家人了 你什么态度 马贝贝是因为信任我才上节目的 你却让那些召唤的观众 直接把问题丢给她 你是在怪我破坏马亦南对你的信任 害你对不起她 你把她的事当私事处理 那是你的问题 我不觉得我也收拾于胶材别的伤口 马亦南这条线是你亲手牵的 不就是为了求表现 这么多人召唤进来 就表示大家已经关心这个话题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们今天在讲的是一个人 不是在讨论一个话题 他是在镜头前面活生生 他在镜头前面活生生 有血 有肉的人 没有话题 谁会在乎这个人 没有话题 他有机会被看见 谁会觉得他重要